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阿盛 哥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 不用脱险 我们家协财就行 安警官您好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我来收拾 好好好 你随便坐 我睡上面 那个小阁楼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没有 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 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 你上去看看 那你这个架子要 要好高的是不是 这个层高是三比四 是吗 你小心脑袋啊 没事吧 这怪我爸 他当时咬死我 我长不了一米七 就照着一米七坐着顶 结果我现在就不行了 你睡这里 那些书 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 我全给它买回来了 那书真是好 我也是一直想 有这么一样一个适合 谢谢 谢谢 阿盛 赶紧准备 好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你先看看 小兰和小盛住这里 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 现在是小兰睡 这小盛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手这么巧啊 他可以 阿盛 喂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 还拿过那个区里的 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是 李大哥 真的 阿哥 我这差不多了 要不你来 有没有厕所啊 我要先腾腾舱 这里 这里 好 这里 来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 高气枪 你还是怀疑它 可咱们没有证据 拿不到搜查令吧 我来想办法 来 吃饭吃饭 来 你坐 你坐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哦 你们以前啊 每天吃饭在哪儿吃啊 食堂 上学吃食堂 上班还试试 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那以后啊 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我也想有时间啊 不想你们自己的生意 想做就做 想修就修 你看这 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 现在还去吗 不去了 为什么 我哥不想我去 李哥总算做了一个 正确的决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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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